Hello大家好 我是小明啊 现在我在四川梁山的古克德 这里呢住的全部都是遗族 今天今天我们从这路过 顺便在这里边逛一逛 发现了两头猪 小猪 这两只猪在这个树林里边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野猪呢 其实这就是自家养的那种黑猪 在我身后的这片房子呢 就是遗族的房子 也是遗族很古老的一种房屋的建筑样式 这些房子呢现在已经没人住了 因为他们全部搬迁了 现在政府条件好了 全部给他们搬到了这个村子的下面去了 全部盖的新房子 这是他们一个原始的一个村子啊 这个村子呢其实也不大啊 差不多有个十几户人家吧 然后呢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厕所 女厕所 这个厕所真的是 简单的搭了一个棚子啊 然后呢也没有门 这个门呢是用的这个塑料袋 应该是挡住的 然后他这个厕所里边的环境 厕所里边是这样的 就直接是在这个土土上面挖了一个坑 土上面挖了一个坑 我就想知道 这上厕所到底是这样上 还是这样上 蹲着有点累啊 这边呢有一棵树 我感觉这个树配上这些房子的这种建筑样式啊 到了晚上肯定挺恐怖的 现在这里边的房子啊 有50%已经都像这种已经坍塌了 没有顶了 就是四面已经透风了 但是还有50%的房子是完好无损的 现在我们找一个完好的房子 进去看一看他这个房子里边 我在这家门口 发现了一个这种呢 就是特别矮的一个这种 但是它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门的可以打开 呃里边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唉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边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小羊圈 是冬天冷的时候 因为现在这边的海拔呢 在3000米左右 特别的冷 虽然说有太阳 但是这边羊也特别多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羊圈 或者猪圈 或者是观这些家禽的一个地方 我在他们这个村子里面转了一圈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们这边所有的房子的门啊 都特别的矮 哎我是一米八 它这个门呢 还没有我高 就是说我如果要进去的话 得从这钻进去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主卧还是啥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房子 我身高也是一米八 这个就是差不多和我一样高 但是我进去的话 头还得低一下才能进去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间房子 我进去看一下 这个肯定是房子的大门 因为这边写的是 泥地乡 义木蜀绝村 65号 你看一下这个门 还没有我高 所以说进去的时候 还得头往里面钻一下